两个字就是正寒 这怎么能这么低调呢 怎么能有钱的这么低 怎么这么低调 室内面积就达到了17000多尺 它整个的占地是35000多尺 5个房间 10个卫生间 Amazing 好 那现在就让我带大家 去看一下这个好站 这个房子的面宽是巨款 我现在没有具体的数据 我回ML是可以去查到 但是我就给大家走一下 看看它有多宽啊 它是从这边开始的 然后这边应该是个空地 可能后面大家要建房 我不知道这个是几个lot 但从它这堵墙开始 这一扎车库 它的车库刚才我们也去参观了一下 里面全部都是收藏级别的车 看到有两台918 然后它还有一台GT2 都是保时捷的 它应该还有两台拉法 还有两个拉法 的模型放在那边 可是车没有在车库里面 它的MS上面有很多车的 这个集体照在那边 它不允许拍照 但其他地方 他们是允许我们来拍的 你看我们从这边一直过来 可能一直 一直要到这里才是它 它的另外一边 所以整个的宽 我感觉有超过200尺 从那里到这里 应该可能有几十米 可能四五十米 有可能还不止 而且它这个是个弧度 所以非常夸张 非常非常夸张 你能感觉这房子非常低调 你从它这边直接开过 你都可能不会意识到这里是个房子 你都不知道它正门在哪里 你看它的这两个小门进来 这么小的门 一点都没有什么很大气的感觉 但这个就是和Shady Canyon 整个调性是非常搭的 它整个是回字型的 整个是回字型 老美叫Horseshoe 一个马蹄型的 现在我们到它内厅 它的内厅就比几乎99%以上的 马腕的大家的后院要大了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看这个房子 刚才他们领我参观的车库 真的是被惊到了 它的车库 这些车全部加起来 我估计几百万美金是很轻松的 它这些车不光是限量版 可能是限量版中的限量版 这些门非常非常的厚实 Travel team的食材 这个石木地板非常宽 这绝对超过10寸 我感觉超过10寸的宽度 JD Canyon是零几年的小区 但他们用的是那种不过时的 设计timeless design 你任何时候过来看这个房子 你都不会觉得它过时 他们要做的可能就是不停地更新 厨房的appliance 这些应该是新的 二十几年前不是这种 这是新的 这是60寸的炉头 60寸的炉头 30个两个 它中间是做铁板烧 那后面它的back splash 其实全部都是定制的 它这里用的是thermador 温箱 烤箱 微波炉 这subzero的冰箱 这全部都是它的commercial级别的 subzero有两个系列 一个是commercial系列 会贵一点 industrial的 你看它上面是vent在上面的 另外一种是家用级别的designer line 它上面是平的 它的这个压缩机是在底下的 哦 这个是洗碗机 你看这个也是实木的 就是说这个也是木纹 这种木纹就看下去很高级很高级 这是黑色的台面 好像你也觉得没问题这样搭起来 不一定要白色 但是黑色你搭的不好就是很奇怪 这是厨房的储物件 可能这里还又是一个冰箱 这是个审判的 冷藏 这两个冷藏 这个是应该他们管家坐的位置 准备一间咖啡机 这边还有个小的电磁炉 这又是个小冰箱 又是subzero 过来这里是它的早餐厅 哇 很厚重的实木的门 游泳池 这个是算它的户外厨房 哇塞 这个好像是笨打 这也是60寸的 这边是可以打开的 你看这边可以直接送餐出去 这里是烤箱烤披萨的 这又是个冰箱 冰箱我都数不清楚几个了 这里几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至少我数了beauty的就有四个 酒柜什么都不算 这么看好像是 反正这一侧我是没有看到井 它就是很私密的 这边是山坡 这个落得特别的私密 我们看一下这后面是什么 这后面就是坡 它后面也没有邻居 它周围也没有邻居 但是它就是没有打开很矮 这一侧很简简单单 简简单单 这里是它的车库 车道下来非常长 然后它的车库里面是有 是有一个转盘的 你可以每次都把车停到上面 然后用这个让它自动旋转到 把头对着车库的外面可以直接就出去 不用倒出去 这个游泳池我也没有看到SPA 这种就是老式的欧洲的庄园的感觉 我觉得整个Shady Canyon 就想把它打造成这样的感觉 我们就随便逛了 因为这个太大太大了 这里是它的正餐厅 这正餐厅 这里是放了一个8人的餐桌 这里家常做成12人餐桌 或者更常可能都没有问题 把洛西Paintry过来 我们把这一侧看完 然后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侧 这里是小的卫生间 小的卫生间客人物 连它的饼也全部都做过 这里是它的书房 然后这里可能是通道车库 我们就不下去了 你看这个Zero threshold 完全是纯屏的 纯屏做成这样 有多好玩一厦门 这一厦门可能只有三寸 这个房子是双主卧 一楼有它的主卧 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主卧 所有的这个水池 我现在看到的都是带净水的 它就带冷热 全部是Zero threshold 轮椅这样直接进出就很方便 可以通到它的画园 女主人的化妆台 住位 淋浴房 这里是一毛巾 好 洗洗洗洗烘干自救的这里面 肯定还有一个大的 漂亮漂亮 漂亮 Clauzy好 这个应该都是智能的灯 这里是正式的洗衣房 这洗狗狗的 这洗宠物的 这里装的是分体式的空调 但它其实也是中央空调 这里有两个 这是暖气 哦好漂亮 这个窗 哇这个擦的 这个玻璃擦的 再拉一下 感觉一下 这么大的豪宅 这种深色的东西才能压得住 小房子深色的土柜真的是不大 房子压不住这种土柜 这边又是一个guest bedroom 其实它们墙面很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做的 这个弯 穹顶 一边是全无有影响的 这里是它的一个办公室 这里是办公室 这个房子你发现啊 它虽然是很深色的 而且是比较 不是现代的做法 可是它采光其实都蛮好的 它窗都很大的 它这窗都很大的 所以给你的风格感觉好像 不是现代的 你看这边是Hawway 是非常的明亮 一万七千尺室内 我没有看过比这更大的房子 到目前为止 哇 这是什么材料 绿玛瑙吗 电梯 电梯一直冲到地下一层 一千八百万 你一千八百万买这里 还是买Pedicone 还是买 水晶湾 这六十个主播 可能二楼就这一个主播 可能二楼就这一个主播 他们这种房子主要的空间 都是在一楼的 Wrench style 它还有一个房子在对面 不让我们上去了 四合月 这是真的是很茴子型 这是真的是很茴子型的 这里是卫生间 布图室的淋漓 我来看一下我很好奇啊 有没有插座 没有插座 没有看见 偷偷 这是做旧的 这是做旧的 这里是一帽间 拍的都很紧张 今天是broker开放日 我们应该是可以震大光明来参观的 你们这么紧张的 不就一千八百万吗 我们比这贵的房子都看过 但我感觉这个房子气场上去不止一千八百万 City Canyon 我觉得在我心里现在是 超越Newport这些村区 特别是这个房子给我的感觉 或者是说两种风格 你喜欢低调一点 City Canyon可以给你最低调 低调到你从 你从这座房子经过 你都不知道 这里有住着一户人家 庄园的感觉 Newport就是那种大开大会 直接告诉你我就是对着海 我有最好的海景 因为我是在Corona Del Mar 就是我有最热闹的社区